在你的身上 上帝要让你看到你的问题怎样解决 去过时候 人不知道怎样去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会怎么样 做错很多事情 不然就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 所以看到子很多刺杀 很多抢劫 为什么呢 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怎样去面对 怎样去突破 所以他们选择犯罪的道路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要去抢击 没有一个人要从12楼50楼跳上 没有人想要这样子的 没有人想要离婚的 没有人想要过一个交集的生活的 这是因为他们不认知死 不认知死 所以他们今天 活在黑暗里面 活在最怕里面 感觉到很重 感觉到每个脚步很沉重 今天来到这个教会 你要改变 这个教会有神 上帝缘容在 上帝要把你的一切负担 打住 要改变你的生命 告诉你旁边的人说 上帝要改变你的生命 上帝要改变你的生命 改变生命 我们来看 怎么这个改变生命 简单来说 就是 结束丰盛的果子 大家说 结束丰盛的果子 结束丰盛的果子 今天圣灵要使我们 门徒是什么 门徒是信他的人 这是基督徒 而一切将要信他的人 上帝也固扎他们 要使他们结束 丰盛的果子 当我们有这丰盛的果子的时候 上帝会把祝福 一切的祝福 临到我们的生命 所以结果子 你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你知道吗 可能上帝要你老训个人 可能上帝要你在这个 偏偏就是要在这个困难里面 要你学习 怎样依靠他 所以他们要把他问题拿走 他就是要你站在那边 学习怎样依靠他 站一起 所以它是有一个过程 结果只是一个过程 这样要有点考验 当年怕是 你的根基无本 上帝就加倍助力 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一个跟随主的人 他们没有遇到问题 他们都遇到问题 不可能的是 从哪里跌倒 从哪里站起来 这个是小孩子都会 这个是小孩子都会 所以我们基督徒更要会 从哪里跌倒 从哪里站起来 上帝要从那里行神迹 上帝要从那边 让我们结束脖子 上帝要在那边 给我们信心 给我们盼望 所以我们是生命 才能够结束脖子 我们来看 怎样结束脖子 圣经怎样说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是葡萄树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智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它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耶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它就是葡萄树 这是有生命的树 我们是什么呢 是智子 靠着它 然后它就怎么样 藏在我的里面 我们就藏在它的里面 然后就会怎么样 多结果子 不是结果子 这多 很多的果子要结出来 生命要改变 很多的祝福要领导我们 这是要很简单的东西 这是怎么呢 在它的里面 亲近它 因为离了耶稣 离了耶稣 我们就怎么 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牧师常常讲一个比喻 你把一个blend的风扇 静的风扇都没有用 如果没有插电 是不是 再好的 再好的风扇 没有插电都不能走 都没有用 只能放到那里 所以我们的生命 是有一个 是有一个供应子 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时候 神就会一步一步带领我们 供应我们 帮助我们 向前走 向前走 耶稣说这句话在它里面 是在什么里面 大家说圣灵里面 圣灵里面 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他也去到天上天赋那里 然后他就派他的灵 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每一天要亲近他 上他祷告 让他在我们里面运行 使我们能够结出国子 然后再来看 第一个 约翰图一十五章十六节 耶稣说什么呢 不是你们选的我 是我选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国子 将你们的国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兵 这个很重要 这个 上帝 捐血的门成为他的儿女 就是要我们去结出国子 使我们奉耶稣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上天父都垂涎 有谁有这个经历啊 我奉耶稣的名 求什么上天赐兵 你再想看 哇 上帝真的是这样好吗 好到你都会怕 真是好到你都会怕 真是好到你都会怕 圣经到时候 你奉耶稣的名 真的是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你所求的 上帝都要运行 都要应许 都要制服 不过他有一个条件 是要当初 要叫我们结出国子 上帝不要叫一个 不能结国子的人得到祝福 为什么呢 因为不能结国子的人 他们是犯罪 邪恶 上帝如果大大祝福他 他更活血了 他犯的罪更厉害了 所以上帝常常 要我们结出国子 就是要我们得到祝福 他并不是要 要苦待我们 叫我们受福 他只是要我们结出国子 使我们一切的祷告 得到应许 使我们一切的祷告 得到改变 生命得到改变 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做工 所以呢 结国子 是上帝的命令 大家说结国子是上帝的命令 结国子是上帝的命令 讲到结国子呢 我们有两种国子 定义大家说圣灵的国子 圣灵的国子 圣灵是主要的灵命 所以我们会结出好的生命 圣灵国子是什么 这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立法是禁止的 所以基督徒的工作就是要结国子 你不要以为我信的主 哎呀 OK了 我行呀 一切有平安 咦 为什么没有平安呢 要结国子了 我们是一个目标 我们生命要成长 要改变 要改变 然后第二个国子是什么呢 这是福音的国子 大家说福音的国子 福音的国子 什么是福音的国子 就是像你传福音 带人来信耶稣 那有些人他很热心 传福音 带人信主 但是他没有 结束生命的国子 有些人他有生命的国子 在这里叫他传福音的时候 哎 我说了一切的高年 不是你来讲一下 我不会讲 不懂得 很怕 所以基督徒 有两个国子 第一个是生命的国子 这是圣灵的国子 第二就是福音的国子 要带人来信耶稣 带有需要的人 来到上帝的面前 让他们的生命改变 让他们真的是经历到上帝 所以呢 福音的国子 能够使到教会增长 使到人数增添 但是生命的国子呢 是使到生命 有素质 生命成长 生命改变 所以基督徒 有两个东西 两个国子一定要起来 传福音和生命的改变 生命的国子 然后 可以 只要结果子呢 我们需要什么呢 大家说 靠着圣灵 靠着圣灵 圣灵 才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 以前我们是靠自己 要改变 还是做不到 所以看到 那些有许多 正在面临要离婚的 然后吵到 然后很多问题的家庭 当他们信得住 圣灵就在他们里面 他们开始生命改变 所以他们家庭和平 他们家庭在这可好 儿女在这可好 所以一切的国子都要靠着圣灵 OK 然后我们来看 愿福音 十五章六节 再到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 就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 什么 都不能够做 这是刚才的经文 当我们靠近 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再次结束国子 所以基督徒 不要怕 你别怕 跟你旁边说 别怕 为什么呢 因为 你们要结多国子 你们要多结国子 很多人 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他是看下面的 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我很少亲近主 我常常离开主 所以结果子 好像只有牧师才能做 我只是信主不求 很难结果子 不是的 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 来到上帝面前 上帝真的是 让我们都结果子 我们的生命 被自然改变 被自然的改变 所以我常常 常常说 其实人 是很难教人的 你用教他 教大概是父母的责任 也是牧师的责任 不管他要不要改变 真的是看上帝 上帝很清楚 在圣经告诉我们 他是教官 他是教官 他是啥种的 是神教我们成长的 父母 牧师也好 朋友也好 只是一个管道而已 其中一个管道 真正叫孩子 叫丈夫改变 叫妻子改变 是上帝的工作 所以你要多多 为你身边的人 讨告 是上帝教官 使我们生命改变 使我们生命结束脖子 那学过人 有一个问题 就算见了主 他觉得 我不需要靠着神 可能他没有这样子讲 不过很多时候 他要靠着神 但是他就是没有做 他没有这个习惯 他觉得 不需要靠着神 我每天是可以过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人 无论是在外在 是在或者是在内在的生命 都非常有一个很大的需要 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环境 来生活 比如说 你需要水吗 需要水吗 不管你有什么地位 多 你是多么的权势 不管你什么 你都需要喝水 你需要阳光吗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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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从哪里来 太阳 太阳大过地球了 你需要阳光 阳光是从太阳来的 你需要一个大过地球的太阳 你知道吗 只是外面需要而已 所以我们外在需要 是多么的大 那么我们内在需要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一个比太阳更大的神 比太阳更大的神 所以我们里面真的是有很大的需要 所以没有神我们怎样给过的 没有圣灵我们真的是 真的是很难过 日子很难过 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神 太阳是上帝创造的 这么大 你想看 真是难以想象 我们的神是大到一个地步怎么样 你看到一个宇宙的时候 你只是开着口 啊 无话可说 上帝真的是超伟大 所以我们里面 是非常 我们属灵生命也是不例外 很需要神在我们里面 很需要神住在我们里面 改变我们的生命 帮助我们圣灰一切 我们生命需要什么 我们属灵生命需要什么 需要救恩 我们的属灵生命需要因为神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来满足我们的灵魂的需要 大不大 很大 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过的明天 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结果者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可以实现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祂要祂是谁 祂不知道 祂是义人 祂是信神的人 祂是我们 要像一棵树 祂在西水旁 然后暗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你知道当我们 古这个经文的时候 有些人读这个经文 他只是看后面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但是他忘记了 要暗时候结果子 圣灵就在我们里面 祂要让我们在暗的时候 慢慢的成长 你以前不知道怎样祷告 以前不知道怎样去传福音 你以前不知道怎样来敬拜神 但是你的生命 一步一步的成长 结果子 你越来越懂得爱神 你越来越懂得依靠神 而且你的生命 越来越多的肯定 越来越多的结束果子 所以当我们这样子 当我们结束果子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 尽都顺利 是两方面的 再来看一个经文 诗篇指十二篇十二节 他说什么 一人要发化如中树 甚至什么呢 他们年逃的时候 仍要结果子 要满个降 至降 而长发起 甚至到老 都要结出果子 来荣耀上帝 这是基督徒的责任 你不要以为说 哎呀我老了 要背着毁了 不要紧 到老我们都要为上帝 结出果子 这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 结果子 结果子的生命 是能流露出能力的 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结果子 是为了自己 为了上帝 当一个人结果子的基督徒 他来到教会的时候 身边的人 都受他的影响 比如说一个很肯看的人 他来到教会的时候 他有一个爱心 他祝福这个弟兄姐妹 帮助这个帮助那一个 所以他身边有果子 他来到教会 就是成为教会的祝福 所以你不要惊叹果子 果子非常的重要 果子甚至能够流露出能力 使身边的人 因着你的好榜样 好行为 生命 等到改变 等到改变 等到遗证 他能看到你的时候 他要去教会 很多人跟他讲耶稣 他不要去 就是因为你 跟他传闺 他看到你 这个真的是一个真的 祈福主 我要去看他的教会 到底是怎样的教会 他能够 原来是这个恩典 还是耶稣 所以我们生命 是能够结果子的 结果子的生命 是有能力的 耶稣说什么 你们来看 因为我们离了他 就怎么样 就不能做 这是从消极方面来看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离开耶稣 我们就怎么样 什么都能做 不是做坏事吗 这真的是什么都能够做 你求什么 上帝就听什么 所以告诉你 旁边的人说 你什么都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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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生命是有能力的 耶稣说什么的 约翰福耶稣说 我来 是要叫羊 我来 是要叫羊 是要叫羊 而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并且得的更丰盛 我们第一次来 是要叫羊 谁是羊 我们手这样子 什么呢 上牙分 咩 我们是上牙 他是我们的牧人 他要帮助我们 过过每一个难关 他要使我们 过得更有丰盛 为什么 为什么约翰 他很肯定的 他说 他来 我们就可以过一个 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是一个 有能力的人 他是一个结果子的好榜样 他是圣灵充满的好榜样 他是丰盛生命的好榜样 所以当他来靠近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丰盛起来了 我们的生命就会因耶稣的生命的能力 影响我们的肯定 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 那时候是 他道歉入身 他来到世上 他来到世上 他是向着门徒说 那时候耶稣还没有受死 还没有复活 他就向门徒说 我来是要叫你们得到生命 但是今天 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这句话 我们可以怎样说 可以怎样说 这是圣灵来 阿们 圣灵来 是要教养 得到生命 并且得到更佛生 你知道耶稣 圣灵就是耶稣的灵 耶稣的灵是有能力的 你知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那些有需要的人 那些病痛的人 一动到耶稣就得到医治了 你还记得一个例子 一个是 一个记载 就是 有一个犯了十二年血肉病的 女孩 父女 十二年 他并不能够得到医治 花了很多钱 但是 他看到耶稣的时候 他只要动到耶稣 生命就得到医治 上个圣灵 牧师也讲到一个 一个 圣经人 这叫撒该 撒该是吃钱 讲容易的 OK 那 他 这个人是贪财的 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 怎么样 他愿意 把所有财产 一般的财产 赚给贫穷的人 甚至他拼过所有的钱 他愿意四倍的管理他 所以当人 碰到耶稣的时候 生命就改变 今天圣灵 就是耶稣的灵 住在我的里面 当人碰到你的时候 有没有得到医治 有吗 当人碰到你的时候 生命有没有改变 这是非常重要 圣经有一个人物 叫做彼得 彼得是很胆小的 他说他们会跟耶稣一起死 来自到耶稣被抓的时候 他三次都不认识耶稣 但是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 圣灵降在彼得身上的时候 彼得身上彼得就怎么样 有能力 有能力到那个地步怎么样 那些病人 他们把那些 以色列人把那个病人 全部放在路边 然后希望彼得走过去的时候 他的影子一经过 他们全部得到医治 这是在《使徒行传》 第一章 你们回去看 当彼得走过的时候 他的影子经过那些病人 他是他并流出能力的 许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子嘛 感谢主 祝你听我的祷告 所以呢 这个我的妈妈呢 并得到医治 上帝听祷告 所以他得到医治 那是我们忘了 其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能力 释放出来 他得到医治 两方面的 一方面是上帝听祷告 一方面是 你身边有入住的能力 好 我们的耶稣 第一次我们上个星期之后 要见证好 他为了他的祈祷祷告 他在这里 成年任意 他奉耶稣的你 离开 对 得到医治吗 得到医治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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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上帝听我的祷告 但是 祈祷 当他祷告的时候 有 有 生命 有能力 有 不知道 好 我们的 这一年也是 OK 那时候车坏了 哦 凤耶稣的你 哇 他车真的能 真的能 开始是不是 哦 哦 就是他星期一的时候 就是在青少年 去 要去排戏 练习嘛 哇 他也知道吃的东西 回来的时候 哎呀 不能 start start 诶诶诶诶 是不是 哇 本来一年就是过去 凤耶稣的你 起来 可以走啊 可以走啊 是不是 老爸的上帝了 去到 去到这个 我们的 那个 这个 修车 修车场的时候 我们说 说什么 你是 叹叹坏的 照理来说 是不可能能 不start 是不是 这个上帝行的神迹 上帝 也是 我们的 哈哈 啊 这个上帝 什么都可以的 你真是用信心 来祷告 哦 不要小小声 打告 奉耶稣的你宣告 能力出来 你会看到神迹的 阿们 好 再次拍 拍手 我们上帝 所以我们常常 忽略的圣灵 的能力 是在我们里面 好 我们常常 有一句话 你常常会听到 是Christian 大家知道Christian Christian Christian的前面 是什么字 Christ 是不是 基督 所以我们称Christian 是什么呢 基督徒 真的没有说错 不过没有 对到人 其实Christian的意思是什么呢 小基督 小的 耶稣是基督 但是我们是小的基督 小的 一样有能力 不是说我们没有能力 有能力的 阿们 所以当人通过我们生命 生命的改变 能力 引入出来 所以 刚才我讲的那个 彼得 他也是 他只是一个人 上面的灵 圣灵充满他的时候 哇 经过人 为了祷告 不到一次 所以弟兄弟们 你们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要多多祷告 告诉你们 多多祷告 好树自然结多脖子 大家说好树 好树自然 自然 多结脖子 多结脖子 圣灵说什么呢 我们看 马派福音七章十七的事情 这样凡好树都结好脖子 唯独坏树 结坏脖子 好树不能结坏脖子 坏树不能结好脖子 凡不结好脖子的树 就砍下来 就怎样 丢在坏树里 哇 看怎么样 凡不结好脖子 耶稣就反而 砍下来 丢在坏树里 哇 弟兄姐妹 你是好的树还是坏的树 好的 好的 好就去搞 但是你旁边的时候 太高了 为什么你们都懂的 耶稣说什么 它是葡萄树 真的葡萄树 我们是 赤子 赤子 所以耶稣是好的树 好树就结 好脖子 你是赤子而已 所以你不要放在多 你只是来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啊 你是那个好的葡萄树 我靠近你 我就结出果子 我就 我就丰盛起来的 阿们 所以很多人 带着很消极的心态 看这个经文 他说 我是不好的树 我不能结果子 每一天他这样子想 所以他 很失望 他过了 他做记录 做得很辛苦 哇 耶稣要我做好事 哎呀 但是我就是不好的树 这是华人问题 华人这是有一个问题 哎呀 我不是好的 我们是好的树 也是好的果子 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生命 一定会结出好的果子 你不用担心的 结果子 永远不永远啊 听见没有 永远 也 永远也记住啊 我看一下 我一个两个 哦呀 哈哈 我知道了 其他的 很难啊 哎呦 这样子的意思是说 上面有为难你哦 哈哈哈哈 上面没有为难我哦 其实 结好果子呢 会难的 上帝 会难的 很简单 很自然的 结好果子 是自然的送进来的 哦 就像一个木果子 他自然结出那个果子 他不用担心的嘛 你不用小心担心的啊 他自然就会结果子 就这样简单 哦 有一个 有一个 uncle 他传福音给这个 你是uncle 两个都是uncle 他说 哎 去教会啦 走啦 听牧师讲道理 这个是说 没啦 不没啦 哦 你跟我讲就可以了 这个 他就说 哎呀 不便了 讲啊 哦 他用很晚的几句话 就讲了 他说什么呢 我以前是怎么样 你知道 现在我是怎样的人 你也知道 讲完了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简单嘛 所以看你回去 跟你现在 这都是很大的分别 所以你不要说 我是坏事 我是坏的果子 我不能结出好的果子 不是我 真的是可以结出好的果子 我们真的是 可以蒙上不祝福的 圣经也告诉我们 什么呢 结果子呢 有多少倍了 30倍 60倍 100倍 30倍 60倍 100倍的果子啊 对兄姐妹 哦 不是30% 60% 100% 不是哦 一块钱 30倍是多少 三十块 是30块哦 一块钱 30%是多少 30% 是三百 30好钱 上帝要我们 急着30倍了 哇 30倍了 真的是 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很多基督徒 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说 哎呀 我十三张 牧师才是100 也不一定 其实你们 有很多基督徒 他接的果子 比牧师更多 牧师看到他 不要 不要向你学习的 不要向你学习 牧师也是人 也是要向你们学习的 所以你们能够接触一百个果子了 不要以为你们只是撒战 二十 连一百分之间都没有 不是 你们真是可以 急着30倍 60倍 100倍 告诉你旁边的人 你可以急着30 60 100倍了 可以啊 30 6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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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是可以的 100 100 圆佛人告诉我们 凡 属我不接果子的支持 他就 减去 凡接果子的 他就修你干净 使支持 结果子更多 哎呀 又在带着一个很消极的心态 来看这个经文 我是 就是不结好果子的支持的 上帝要把我剪去了 操了 哇 哎呦 我们看下面好不好 我们积极一点 看下面好不好 凡接果子 他就怎样 修你干净 使支持 这样 结 结 更多的果子 反正上帝都要请他 不管你结不结 上帝都要结 为什么你不选择 结果子的生命呢 是不是 所以上帝 真是爱我们 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们大家感恩 上帝啊 你真是很生气 你要使我的生命 结出更多更多的果子 阿们 再次开始我们上帝 圣经说 你的灵 神的灵在哪里 哪里 就有自由 结果子 这是 要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来到他命迹 就得到自由 得到修捷 上帝就改变你的生命 人最难搞的是什么 他的事情 很多的消极 他就是把他那个 那个问题看到这样大 连上帝都不能救他 完蛋了的 真的是有这样子 所以不用看你的问题 看到很大 比上帝更大不能 不要这样子 你要看你的问题 小而已 小而已 上帝要帮助你的 你的问题会过去的 迟早要得到改变 阿们 迟早就是要突破的 是不是 迟早就是要看到路的 一定可以看到 所以 基督教的牧师有个不同 他讲的道是像谁讲的 站在天父 在上帝的面前讲的 有权力嘛 有能力嘛 不是自己想出来的道理 来骗你 所以我们讲的道是 天使天君 可以做见证 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 你们坐在这里 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可以为主做见证 是的 我的神可以使我们解除更多的国子 我们的神能够使我们过一个丰盛生命的生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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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你们过节我子 天父就怎么样 得到荣耀 我们就是天父的人 就是耶稣的人 耶稣的人 然后我们要怎样回应上帝呢 这是遵循 大家说遵循 遵循 神的命令 神的命令 祂就怎么样藏在我们的爱里面 藏在神的爱里面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耶稣 把这些事告诉我们 是为什么呢 叫我们 叫神的喜乐 存在我们的心里面 阿们 所以 弟兄姐妹 神告诉我们 祂把一切的真理告诉我们 这是要叫我们什么 有喜乐 祂是一年书啊 不是一个负担 祷告不是一个负担 绝对不是一个负担 释放神绝对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而是一个喜乐 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盛起来 可以积极起来 告诉你旁边的人 你可以去 多接一波子的 好 一起站起来 谢谢 谢谢 谢谢